我小的时候特别爱中国共产党 因为家里的爷爷和父辈的关系 但是第一次对中国共产党整体概念的覆灭 来源于我年轻还不到30岁的时候 跟这个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江泽民 和他儿子的一些接触 我今天先讲一讲我和江泽民这一生中 两次亲身接触的机会 当时呢我还不到30岁 在航天部当航天部的主要领导的秘书 因为航天部当时在做一个项目叫921工程 也就是载人航天的一个工程 由于这个工程项目是国家很重点的一个项目 在此期间呢我就两次有机会 亲自接触了当时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 也是这国家的最高领导人 江泽民主席江泽民总书记 那么第一次接触呢就给我留了太深刻的印象了 当时我们在西昌的卫星发射基地 江泽民总书记一定要站在装满了燃料的运载火箭前面照照片 大家知道其实运载火箭换上核弹头就是洲际核导弹 装满了燃料的运载火箭那是极其危险的 按照规则和制度多少米之内 很远的之内都不能有活的东西 不能占人 这个东西在历史上发生过爆炸 在其他国家那都是灾难性的 所以如果呢咱们国家最高领导人站在运载火箭前面照相 结果火箭爆炸把他炸死了 那不是全世界的大笑话吗 对吧按照规则制度什么都不行 但我们江主席就急了 撒破就差地上打滚了 骂所有的人就必须照这个照片 最后所有人提心挑胆的 让我们这位江主席站在运载火箭前面照了个照片 我身边的老部长这个手就一直在哆嗦 怕的不得了就怕出什么事情 看看我们最高领导 第二次呢是在神州一号发射成功的时候 在人民大会堂吃国宴 江泽民主席请我们 我呢这桌里领导的桌比较近 为了照顾领导 主要领导 大家知道国宴都是份饭 一道菜一道菜的 突然间呢我们这位主席就急了 我们在那个桌上就看见主席站起来 大声的嚷嚷 拍桌子 所有的人都吓呆了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重要的事情 后来其他的国家主要领导过去 安抚 最后我们这位江泽民主席 坐下来继续吃饭 不知道是因为什么事 因为哪个领导得罪了什么 后来才知道 原来呢他的这个营养师健康师 给他有严格的配菜 所以在一道菜 大家所有人都是一个牛扒的时候 可能给他上了一份蔬菜之类的 反正是他不喜欢吃的 但是见到这位蔬呢 这位国家最高领导就急了 拍桌子起来 就恨不能骂人 哇 这两次给我的印象 你知道年轻人呢 没有见到最高领导之前 心里是无限崇拜的 因为党的关系 因为家里人的关系 结果发现这个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 这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人 这么一个无理取闹 撒泼打滚的一个老头 当时对于一个像我这么年轻的小孩 内心是极其崩溃的 真的极其崩溃的 很难想象就这么一个无限任性的人 能够把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么一个国家带领 这么一个国家走向更好的未来 和更好的方向 哇 我自己以当时的见识来讲 就觉得根本是一个笑话 不可能的事 否则怎么可能把我们一个国家去给这么一个人 就是他做的这些事 我这个年纪都不会 我知道 所以起码在那种环节里 我应该保持一个什么样的基础的风范 和一个体面 尊严去做一些东西 但是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高领导 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 带领着国家往前走的人 竟然是一个无限任性胡为的小老头 所以对江泽民的这两次亲身的经历 是我第一次对中国共产党莫大失望的一个开端 我认为如果党最后这么精密 选出来的主要领导是这么一个人 中国一定是没有希望的